结束我们4天的新港房车营地生活 准备回复 礼拜天休总一天 这4天过得 既开心又痛苦 这4天的新港房车营地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次采取了一种类似于Airbnb的形式 就是这个房车的车主把车开到这个营地里面来 帮我们setup好 所有的管道街也好 我们只要入住和退房就行了 待会我们走了之后 屋主回来这里把车开走 但问题是这辆车 这种没有动力的拖挂式的房车 比较不稳 它前面是一个类似于三角形的结构 我在里面睡觉的时候 车上有人在走动 甚至是我觉得外围的这种晃动 看很明显 就在晃 所以睡得没那么舒服 但优点是真心便捷 我们那天来的时候 Rex帮我们交接的 车主过来 停好 设置好 管道全部接好 所有的东西弄好 都不用我们问的 走的时候就像酒店一样 我们打包好自己的东西 离开就行了 甚至我们跟车主谈好了 所有的东西 垃圾 包括毛巾啊 所有的东西都不用处理的 就像退房的时候 酒店一样 只需要给他留一百块钱 现金就好了 他来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嗨 这就是 昨天打包 suspicious 看不品 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以为晚上还可以透过这个车窗看看星光的 结果聊天每天都是聊到一两点钟两三点钟 根本没有精力回来导致就睡了 然后早上大家听到吗 飞机航线下面 这是这个park的一个缺点 比较早就开始有噪音 本来还要睡个懒觉 完全不行 但总体来说 这一次房车旅行还是非常开心的 这叫旅行吗 离家20分钟的旅行 对白天工作 晚上度假的这种体验很奇妙 然后跟朋友们再度聚在一起 畅聊着人生 明年的滑雪的规划 带孩子们出去玩等等等等 事情很快很快就过去了 孩子们也是玩到了两点钟都不睡 早上起来还在补觉 弟弟还放 See you 拜拜 这边跟我们那边就不一样 这边晚上也没有地方坐 昨天晚上我们五家人围坐在篝火旁 讨论明年七月份的行程 因为有巨大的分歧 爸爸我们都想开车 房车再出去旅行 到什么Lake Tahoe之类的 风景匈为的地方 孩子们玩玩水 但妈妈妈呢就想要去迪士尼 全世界最大的乐园在奥兰多 然后我们就说好 举手表决 前两轮都是5比4 妈妈们险胜一票 在第三轮投票之前 爸爸们开始摆事实讲道理 奥兰多夏天多热 那个City有多大 你要排队 然后可能还会有很多蚊虫潮湿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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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了一堆 然后经过我们剩余40的熊变 第三轮投票 5比1 压倒运的胜利 明年七月我们去Tao 前两年视频发出来有很多朋友问这个营地的地址以及费用 那统一回复一下地址在这里 那费用的话大概4天时间我们花了1000出头 营地费 就是租那个场地 包括上下水的这些设施 游玩这些门票 叫门票嘛 就是水里面的那个 那个气垫床那些设备 然后房车的话 差不多也是1000块钱 每天200多块钱 包括清洁费 包括我们最后留给他的小费这些东西 所以在现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来说 我觉得还可以吧 就是算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像我们一家六七口人出门自住旅行的一种方式吧 在这些设备中在这里 这叫棚头供 对我好命啊 原本今天这集视频应该是一集含金量 特别高的我们采访我们哈佛毕业的朋友Vanassa 他是怎么样考进哈佛的 以及他给我们这些想让孩子进入好的学校的一些建议 但他拒绝 他说好像在他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然后他也不太卷孩子 所以就变成了介绍Newport的营地 那因为在营地没有网络 所以我的视频已经a little bit running behind 应该是每天凌晨发布的 这两天都是下午发布 所以我们先sub here 比较简单的一集 然后重新开始礼拜天的新的Vlog Banassa 我本来今天是要采访你的视频说 怎么考上哈佛的 然后现在你在打麻将 就是靠这个考哈佛的吗 好 我的手还有一边 沉沪一边 对啊 这种梦里的手 干什么 这种梦里的手在干什么 这种梦里的手就没有这个 这种马将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